大家知道,我们平时喝的可口可乐是黑色的,可你知道吗?其实它一开始并不是这个颜色的,而是绿色的呢。 也许有的朋友说了,绿色的那是雪碧,好不好?拜托,雪碧明明是透明的,只是用绿瓶子装的而已。 而最初的可口可乐是一种绿色的饮药,注意不是饮料,最初的它具有提升,镇静,治疗头疼的作用。 虽然味道很苦,但毕竟良药苦口,利于病。大郎,你就喝了吧。 后来,它的发明者彭博顿又尝试着加入了糖浆河水,以及少量的冰块,感觉味道顿时好了不少。 随后助手不小心把碳酸水加入了进来,使口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。 在那以后,可口可乐就由绿色的饮药变成了黑色的饮料。